一年多前政府推出高城掃案保政策,坊间俗称林郑Plan,被众多手致客视为上车救星。 佳因透过高案计划可借大银马,不用迁就楼价买豆腐养汤房。 由于计划只适用于现楼物业,新盘买家税一窝蜂选用建筑其付款,代物业落成借尽高楼案当业主。 今年首季有9个入伙盘牌队收楼,当中至少1400个业主选用建筑其付款,面临新案保后大规模上会潮。 政府在2019年10月推出续称林郑Plan的新案保政策,首致买家扣入现楼物业,楼价1000万元以下可借最高80案揭,而800万元以下更可借最多90。 在政策推出后,大批新盘加大建筑其付款折扣及回赠以吸引买家入市,令采用建筑其付款比例大增。 个别新盘更有多达80买家选用建筑其,该批新盘陆续入伙。 据统计,首季约9个入伙盘中,多达1400伙以建筑其成交,料成新案保后最大规模上会潮。 新案保政策出台后,市民购入新盘不似以往多选择职工以向更高楼价折扣。 反之,多倾向选择建筑其付款以成造高承数按揭。 减轻首期负担,本部统计一手住宅网及发展商资料。 今年首季有约9个新盘陆续入伙,涉及3269伙。 当中,有1410伙单位买家选用建筑其付款方案。 若该批买家需要按揭上会,当中所涉流价低于1000万元,或造成新案保政策出台后,最大规模的上会潮。 例如,新地零一六天水为Wetland Seasons Park第一期。 于2019年12月推盘,是在新案保出台后推出,发展商为吸引买家入市。 当时提供4个付款方式,有3个都市建筑其付款。 唯一的职工资料会只有短短45天成交期。 折扣方面,职工折扣最高是楼价18%,而建筑期折扣亦最高达12.5%。 二者相差紧5.5%,但成交期就相距两年,令大部分买家选用建筑付款。 据统计,Wetland Seasons Park第一期内沽693伙。 当中有多达571伙选建期,占比高达82.4%。 数量是首季中上最多。 加上该盘楼价大部分低于1000万元。 廖章有批买家成造高乘数案揭上会。 另外,同系屯门与海湾亦有大比例的买家选用建筑期付款。 该盘类沽213伙。 当中有153伙选建期。 占比72%。 而本季即将入伙的单栋新盘。 包括新世界017元朗津乙、何文田津乙,买家选用建筑期的比例亦逾五成。 整体而言。 首季入伙的九个新盘。 有多达1410伙二建筑期成交。 了为新安保政策后最大规模的上会潮。 星之谷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錦辉表示。 近期该行客户采用高乘数成造按揭的数字的确有上升趋势。 2019年推出的新安保措施为首次置业人士放宽安保计划的楼价上限。 按揭承诉放宽后。 大多首置客在购买新盘时。 均偏向使用建筑期付款。 值此去申请高承诉按揭。 并且以更小的首期去置业。 另外,目前市场上不少新盘发展商提供议案。 虽然首两年享有低息物月期。 但之后利息大幅提高。 可以高达P利率或以上。 如楼价是1000万或以下。 新安保措施容许买家转按至银行做80按揭。 并享受低息。 因此,吸引更多买家选用高乘数按揭入市。 以一个折实楼价900万元的Wetland Seasons Park单位作参考。 如买家选用银行一档家发展商议案。 一档可借500万元。 年期最长30年。 息口H加1.3厘。 月供1736元。 发展商议案可借220万元。 最长25年期。 首三年息2.65厘。 月供1036元。 买家每月供款合共27172元。 不过,到项目入伙时,买家可以申请转按,并采用按揭保险,按揭金额最高楼价八成。 即借720万元。 保费违案揭额的2.82%。 即20.304万元。 违案保多大有65折。 折实后保费约13.2万元。 总案揭额为733.2万元。 同样年期最长30年。 息口H加1.3厘。 月供为25128元。 即是业主转按后。 每月起码省2044元。 张錦辉表示,以建筑期上会主要有两大风险。 其一是临近关键日期必须上会时。 买家突然失业,被迫减薪或放无薪假。 因而导致未能通过银行压力测试而上不了会。 或因减薪而借不足半揭乘数。 另外,过去亦有待业中的买家离关键日期很远。 但遇上发展商突然提早收楼。 因未找到新工因而申请不到按揭的情况。 买家要留意在建期期间转工的问题。 如转工不是无逢交接。 两份工之间有空窗期的话。 新工需要做满三个月。 才可申请高乘数按揭。 否则银行有机会不批按揭申请。 其次更高风险的是。 有买家采用建期计划并申请发展商议案。 如留价超过一千万元。 不能透过银行做高乘数按揭。 而到建期时。 一旦发展商指定财务公司财务情况转弱。 突然收紧按揭资金。 或市场利率大升。 二云的资金成本便会上升。 都会导致审批变得更严格。 最终若无法及时酬钱。 便有机会撻定收场。 据本部统计资料。 去年逾480宗新盘撻定中。 有不少新盘的建期撻定比例高达九成。 如家华173大布白可国家稀一年629宗撻定。 有26宗市采用建筑期付款。 当中。 亦有不少买家申请发展商议案。 庄感辉提醒。 很多买家以为建期申请按揭。 需要在收楼前三个月才可以申请。 但其实有些大型银行可以提早6个月前便接受申请。 如早申请的话。 便可以避免突然失业而不能上会的风险。 座版大